相反这种现象强化了 男性导演的这种控制权 女演员在这时候 想发展自己很不容易 这我就想起了当年徐静蕾 徐静蕾是个有想法的才女 她不甘心这种情况 你看她演的江爱卿 进行到底跟丽亚鹏的对手戏 她其实也就是个花瓶 没有多少演技发挥空间 后来她一看女演员这种现状 干脆吧 我当导演 当老板 我自个做主 所以后来在梦想召进现实 她和韩东升对手戏 编剧是王硕 她里边有一出戏 就她在这里边 就演一个花旦式的演员 韩东升演导演 她对着韩东升发脾气 有一段很长的台词 这台词喊出了 很多女演员的心声 光纯本来就是你的路子 什么叫我的路子呀 怎么这就成了我的路子了 我装也得装得让人信才行吧 我这么大岁数了 天天装得没心没肺的 你每天看着我 你信吗 我自己看着都恶心 其实这段独白 把很多女演员的心声说出来 就是你这个电影拍摄 往往就完全按照男性的视角 跟现在有人说直男的视角 来看待女性 那么女演员只能按照这思路走 演不出自己的个性 所以这个徐静磊这番话 其实是喊出了很多女演员的心声 那么说 在这种情况下 这些花旦该怎么办呢 有的人就做出了抗争 比方说一种方法呢 我就挑那个 以绝对女性为中心的 以女性为第一主角的 这样的电影 你像陶姐 像黄金时代 这些女性为中心 我怀孕了 你看我快生了 你照照我吧 可问题呢 我们现在看这个电影市场 电影的主角里边 基本上男性 第一主角占了绝大多数 而往往男性占绝大多数的电影 市场票房 要好于女性为中心的 这样的电影 所以有时候女性为中心 像黄金时代这样的电影 她往事文艺片 影响不那么大 很多女演员走这条道路 走得非常艰难 那么还有一些聪明的女演员 想到呢 我为